第168集 夫人以为如何 魏洛知道了 他知道药公英和不悦了 他微微一笑 转眸看向树林深处 轻叹了一声 药公显然对他的成见太深了 他见魏洛转个头去 也不等他回答 木的声音一提 立合道 而夫人呢 以色诱人 令得君上 雅耳称相患 不安于事 即为君上之机 却私奔于楚 将君上置于极险之境 而今 夫人刚刚归来 便驱逐后院诛机 夫人以为 你之所为所言 可称先否 哼 若不是这次 你退秦处有功 老夫 实不屑 与你这匹腹多言 对 为了故宠 竟无视君上之威 如今诸国使者 行事进客 众口纷飞 都在 血笑我君 夫人如此行为 可称 忠乎 呸 你这样的妇人 既无忠 又无闲 凭着口舌之力 言辞滔滔 仗美色而获上 巧音令刺 无休无耻 多 如此匹腹 咱可谓 尽可谓 居上之父 咱可谓 寄人之母 修护 残忽 药公的声音很不小 特别是最后 喝骂他的那几段话 他痛骂他的铿锵之音 在众归客的喧嚣声 是那么的响亮 因此 他的话音一落 未落便发现 自己的身周 在不知不觉中 围了百书人 而且后面 还在路易不觉的增加着 这些来自各国的使者 都放弃了归府 他们都是围上 对着他指指点点 交头接耳 在众人的指点中 丁氏中 药公是一腔凛然 魏洛静静地看着他 在一片越来越大的 嗡嗡议论声中 魏洛开口了 有所谓 君子为尊者会 公在此人来人往之处 对我堂堂晋夫人如此唾骂 将君上之颜面 置于何地 众人争住了 没有人想到 魏洛不但没有为自己辩护 反而一开口 便是指责药公 此时的魏洛 从容淡定 目光如水 一席尊贵的红袍显射下 那绝美的面容 是如此的雍容华贵 竟是在不知不觉中 有一种摄人之味 因此 众人都是安静了 妖公瞪大了眼睛 看着魏洛 他张了张嘴 便是要贺骂 不过 魏洛不会再给他 开口说话的机会了 他声音一提 沉沉的喝倒 公如此行为 是忠于君上夫 还是想借唾骂我这夫人 践踏我这夫人 而得以扬名于天下 妖公简直是气劫了 他伸出手指 喘着粗气 怒合着 一派胡言 一派胡言 在一众交头接耳中 一辆马车急驰而来 魏洛等人没有注意到 魏洛静静地看着妖公 看着众人 四周已经围了数百人 阵阵思雨声中 魏洛可以看到 妖公所说的话 引起绝大多数人的共鸣 不管如何 在识人的眼中 在天下男人的眼中 魏洛的所作所为 是离经叛道 不可理解的 这一点 纵使他口才再好 也是无法改变 魏洛突然感觉到 很是疲惫 这时 妖公的怒喝声 又是急吼而来 你这妇人 休得旁观左右 你可敢回答老妇 刚才所问 妖公的怒喝声中 一个脚步声传来 魏洛没有回头 可他不回头 也能从那数百种喧嚣声中 听出近在自己身后 二十步出的脚步声 是属于精灵的 他静静地望着妖公 在妖公的愤怒 众人的指责中 突然之间 魏洛感觉到了 他一直在孤军作战 而这仅仅只是开始 魏洛一直不是一个 足够勇敢 魏洛爱 可以义无反顾 不惜一切的人 一直以来 他都习惯独自一人 习惯着强迫自己 坚强起来 来承担命运的波澜 这阵子 精灵的爱给了他勇气 可是 他还是胆怯的 是不安的 是心虚的 因此 他很容易 便在指责中 感觉到了疲惫 在妖公的咄咄逼人中 他垂下了双眸 过了好半场 魏洛的声音 悠悠地传出 公 既恨我入骨 何不与君上演 若君 实不能容忍 妾之所为 一切可解 他的声音 虽轻 虽飘忽 却左右数百人 都可以清楚地听到 精灵 更是可以听到 在妖公收敛 怒涩 暗暗寻思之际 魏洛突然一笑 这一笑 很是飘渺 他转过身去 红袍飘浮 长袖一甩 竟是不管不顾地 向树林深处走去 当他走出了五步 正准备咆哮喝止 他的要功 听得微露的声音 如幽静寂寞的 血水般流淌而来 明月千秋 春风不老 我又无勇在身 这天下之大 无处不可去 这世间滑井万千 无处不可赏 功 何必恼怒至此 一切 宰之于君上 若实不能容 弃之 又如何 声音很幽 很淡 在一地荧光中 魏洛悠悠的声音 洒满天空 重重地砸在精灵的脸上 令得他的脸上 时而铁青 时而苍白如指 魏洛走入树林中 慢腾腾地 他来到了刚才 与月嫡公主 见面的亭台处 他坐上白玉栏杆 望着月光下 那流淌的湖水 发起呆来 刚才 当着那么多人 甩出的那句话之后 他并没有感觉到痛快 如果 他对精灵的感情 没有这么深 许会感觉到痛快吧 其实 这两天 他的内心深处 是埋怨精灵的 埋怨在妻妾仪式上 他的冷眼旁观 这个时代 蒙月誓言 才是取信彼此之道 因为血脉传承 并不被看中 所以联姻 对于政治上的意义 远小于后世 也因此 广纳机械 对世人来说 只是一种风俗和观念 一种凡年子嗣 延伸了千百年的习惯 这种事 只要精灵出面 果断而直接地向世人说出 他只要他一个人 那么众人再惊人 再举世喧哗后 便会慢慢地接受 而他一个妇人 为这种事强出头 那责难和唾骂 会是永世不朽的 因此 魏罗会有这种埋怨在心里 想到这里 魏罗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他摇了摇头 轻轻地将额头抵在柱子上 过了很久 都是以动不动 在魏罗望月悲春之时 脸色实清实白的精灵 长袖重重地一甩 转身大步离去 他的出现 并没有惊动众人 所以他离去时 也没有什么人注意 不一会儿 精灵来到了他的居所 他笔直地站在榻上 面无表情地盯着前方 任由宫女 把酒水摆上 把高石布上 见到宫女退去 精灵低沉地声音说道 请吻宫来 哇 不一会儿 吻宫来了 他大步地走到了精灵 对面坐下 自顾自地针酒 饮酒 精灵没有动 他屋子面无表情地盯着前方 直到吻宫连喝了三尊酒 他才声音沙哑地开口了 我这妇人 视宠而生交 稍不如意便当着众人说要离去 多 难不成 他要我这堂堂丈夫一国之君 向他起连低头百般求苦 离去 离去 哎 君上对妇人情深难持 妇人只有一个妇人 严谨心侠 自是趁势而上 动则相邪 若能待他如寻常之父 恩宠于否 潜在君上一人 岂会有此等事发生 要功当中赫痴 其言多多 太过羞辱于人 实实 前然妇人尊严 君灵仰头 把尊中酒水一眼而尽 他把酒尊朝起上重重一放 冷冷地说 小儿方才所言不虚 要功如此行为 实有借机而扬名之念 此老我望之头痛 若不是诸事繁多 万不会把他从封地调回 完了 我两日再把他驶回封地 他显然心情极度不好 说了这句话后 只是一尊又一尊的 不停地喝着酒 一刻钟后 一个剑客向他们走来 大声地禀报着 君上 妖功在外求献 言我已睡 不见 诺 这剑客还是第一次看到 君上撒谎 迟疑了一会之后 转身向外走去 精灵猛地抬起头来 把一尊酒狠狠地灌入口中 文公见此 连忙唤了一句说 君上 保重身子才是 精灵低下头来 他的头低得太快 竟是重重地一下扣在脊上 文公刚要起身 把他扶起回房 精灵的声音 喃喃地传来 文公 人 自与孝儿相识以来 我心大悲大喜 欢喜时 无以复加 心痛时已无以复加 这是账 这是账啊 文公无言以对 过了好半晌 他才瞪着眼 吹着黄胡须 犹豫地回着 臣 尽 尽遂问尽匹夫匹夫 得闻 此等事 艺术寻常 少年儿女 吃迷对方 为其诗杯诗喜 并不罕见 精灵 精灵沉默了 许久之后 他突然嘀嘀地 几步可闻地说 今日方知周幽王 唉 今天才知道 周幽王的情不自尽 想到周幽王 魏伯包四一笑 竟不惜点燃风火 戏诸侯 痴迷于遗父 确实忧喜不能自主啊 他一言一语 一贫一笑 可令得堂堂丈夫 不是至于死欲 便是生至昆仑仙境 竟是不由自主地 一再退让 一再退让啊 他的声音太低了 文公正在寻思之际 没有听清他的话 倒是精灵自己 这话一出 给害了一大跳 他连忙闭上了嘴 把九尊重重地 放在脊上 右手扶额 一动不动 好一会儿 他的声音平静地说 夜深了 功可退 君上保重 文公离去时 精灵已经有了 三分醉意 他实在是喝得太多了 无奈这时的酒数极低 而且他们平时 把酒当茶喝 酒量极大 所以 一直喝一直喝 他都没有醉倒过 他右手扶着自己的额头 一直都没有动 这个时候 他的心跳有点乱 刚才那句无意识地 自言自语 可是把他自己给吓坏了呢 魏洛在亭台中 纠结了一阵之后 心中已经生出了不安 他的不安 是因为后悔了 他不应该在那种场合 在众使者面前 说出这样的话 要说 也是要在私下说才是 精灵毕竟是这个时代的人 自己现在做的事 对他来说 是颠覆了他固有的观念 是他闻所未闻 不曾想过的 正如药公所言 自己的所作所为 已经令得世人耻笑于他 自己 不应该这么激烈地相逼啊 咬着唇 魏洛缓步地 向精灵的居所走来 来到院落外 他一眼 便看到院中火把腾腾 当魏洛进入时 精灵赤裸的右手 紧紧地咕住了魏洛的腰身 瞬时 一股温热混合着强劲的气息 从他私质的衣物渗入毛孔中 他粗重的呼吸 呼呼地喷在他的脸上 耳朵上 景象上 无孔不入 含着强烈的清洗 强烈的雄性气息 直让魏洛颤离不已 魏洛又是羞 又是躁 纵使他对自己暗示了老九 世道临头 却是慌乱地无以复加 他咬着唇 伸手 紧紧地按着那已经被扯下的腰带 精灵正准备退去他的下赏时 魏洛急急地说道 精灵别 他只说出这几个字 只见精灵伸出手 把他的下巴强行一板之后 头一低 就像一只鹰一般 重重地照在了他的鹰唇上 真的是重重地照上 魏洛刚想说些什么 突然感觉到身上一凉 却是他的手从外上而入 摸到了他的胸 魏洛的脸胀的通红 他满鼻满眼都是精灵的呼吸 精灵的气息包围着他 魏洛一接触到空气 便是大口大口地呼吸了起来 他急促地慌乱地说道 别 别 别 他不知道自己该说些什么了 精灵知道 他哈哈地一笑 笑声中 他吐着粗气说 哈哈哈哈 此处无大人 小儿勿修 他实在是不想忍了 从这里到军侯寝宫 还有半里路远 他忍不到那时去 眼前的小儿让他渴得太久了 因此 他的话音一落 右手便是扯下了魏洛的下身赏服 重重的一撕 撕的一声 一波破裂的声音传来 魏洛只来得及发出一声惊呼 他已经右手连连撕扯 撕五下 便把他的赏服扯了个一干二净 露出了他修长嫩白 美好紧致的双腿 随后 精灵抱着他来到了御殿 精灵随手 把魏洛放在汤水中 只让他把脑袋漏在外面 然后 他右手扯向了魏洛的上上 他右手伸入筋口 这么用力一扯 在膝带撕落的同时 那一波转眼一撕裂开 精灵一边扯 一边低声地嘟囔着 这一波 太有繁琐 听到这里 魏洛是哭笑不得 他都已经扯了 还嫌他繁琐 精灵拨下了他的中医之后 又脑子说 日后休息时 小儿只着薄纱可言 只着薄纱 精灵闻眼 抬头看向他 这一抬头 精灵对上 未落水盈盈的双眸 这双含着修造责怪 荒干的眸子 又是精亮 又是妩媚难言 望着望着 他的喉结滚动了几下 小儿 可你三年 今日得逞所愿 休要恼我 魏洛听了 心中意软 此时 听到他这样的话 魏洛不由伸出双臂 搂着他的景象 低低地说道 这 精灵一笑 他此时还在与他 湿淋淋的上上奋斗 这沾了水的布泊 平白地添了几分韧性 他连扯了两下 都是没有撕破 魏洛忍着不试 低下头去 耐心地寻找接口来 只一眼 他便找到了 松开了魏洛 双手来到接口处 他连丝带扯 三下两下 便把他的上上解开 露出了雪白的中衣 熟门熟路地 在同样的部位 找到了中衣的接口之后 他轻轻一扯 便把中衣一分而开 精灵盯着盯着 从喉中滚出了一声滴滴的喘息之后 用力一拉 把他的内衣一扯 他再次用力一甩 搜了一下 把那小小的一件泄衣 给扔到了御殿门口处 明晃晃地 挂在大门门把上摇晃着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乐迹下一集